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俊耀下午2点 非要不可 好 我们到98新闻谈 你现在说点什么是非要不可 我是在你非要不可的刘俊耀 说我要用 礼拜三新闻三条线 雷倩时间 咱们像当时雷倩的委员 你好 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先祝大家平安 平安 为什么因为就是地震的关系 地震那天你在哪里 我在12楼上 我在想说还好我们在27楼上 我在35楼 但是那天摇得比较大 晃得很厉害 之前很奇怪 咱们的 因为你在一个钢古建筑 它是打在盐盘上 所以它很稳固 可是它会摇 可是之前的摇都是这样上下摇 这次横的 这次是横的 而且它很浅层 所以比较有感 然后我太得 啊 刚好给我了一个机会 太好了 OK 那这次的地震 当然我们看到 那个报纸上面看到整个山 南走的山 大走山 这几天又要暴雨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 当你地震以后土石松动 然后加上雷大雨的时候 就是泥石流水土石流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的 而且这种 你知道吗 土石流为什么危险 它是因为很多冲刷下来的石头 它会撞击会破碎 那个石头的面 就像一把一把锋利的刀子 所以有一些人 人家只要一不胜失足掉到土石流里面 它被找到的时候 我跟你讲都是 几乎是被分尸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土石流是我们呢 现在住在这种像这种岛啦 我们很多山啦 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日本也是 另外还有一个 我记得在你的节目中讲过 当你有那个顺向坡 而且中间有裂隙 就变成一个像膝盖型的弯曲的时候 下大雨的水会渗到 水会渗到它的顺向坡的裂缝 底下会造成大的土方的崩落 小林村就是这样 所以在台湾发生了小林村以后 日本的地质学家 包括他们的电视台 来台湾做了超过一个月的采访 然后他们回去日本以后呢 就把日本所有的顺向坡 都标记起来 就是已经开始有这个叫做 膝盖型的构造 有点断裂 说这是一个浅室的危险区 那台湾到现在 有很多地质专家 因为我这些都是跟地质专家学的 那他们有很多人在大声呼吁 可是我不认为 我们像日本那么认真的 去把这些浅室危险区把它找出来 那如果这些浅室危险区 在大雨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水会撑到底下 它整个上面的土方会大量的滑落 那它就比泥石流更要严重的多 所以说刚才雷伟员谈到 我们一直谈到台湾跟日本 台湾跟日本 今天我们就包括连我们地震 从地震的发生的历史上面去看 台湾跟日本的联动 是非常密切的 非常明显 今天雷伟员也提出一些重要的数据 在其他媒体我没有看到过 他来告诉我们 这个呢 日本台湾日本的联动 有多么的密切 再来就是呢 包括安倍经济学 台湾跟日本的联动 不是只有地震而已 连经济上面的 我们也都有密切的一个关联 那今天呢 安倍呢 已经射出第三支箭 结果呢 他是要做结构上面的改革 可是他们的企业 企业组 在于这个资产的投资上面 并没有放大的感觉 他们还感觉上是无感 所以这个部分呢 会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收藥要很关心日本 大家都知道 因为收藥要有 之前有投资日本的基金 所以我 我发现投资是让你 逼着你呢 去关心国际的局势 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我非常赞成 而且就是说 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很少一点钱 现在很多基金 就是一点钱就可以进场 你可以特别去挑几个区域来买 就像收藥刚才跟我分享的 今天他本来想要去买一支土耳其的基金 中东海湾 所以他就去关心了土耳其的事情 他本来去买了日本的基金 所以你会跟着日本的走势 我觉得台湾在媒体上面看到的 国际消息太少了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一点点钱 你投资在几个不同的区域的话 你固定会收到分析师的报告 然后你也固定的会去关心那些地方 我觉得是增加大家国际观很好的一个方式 不要去单逆在其中 除非你下收藥那么准 他每次投资都赚钱 没有 真的 你要接 每天我们在看新闻嘛 所以你知道吗 我本来看了那支基金啊 后来 因为大部分都是 我看他的 那个投资的名系 都是土耳其的银行啊什么什么 结果土耳其发生政变 各位知道吗 我想大家不会很关心 大部分人不知道 不会知道啦 但是收藥都关心 就一看 哇 前天跌6% 整个系统跌6% 你看多可怕 所以说要因为有看新闻 所以当然先观望了 我现在都观望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大家说 因为呢 你多关心国际 其实呢 这就是知识 知识才 好不好 所以今天 来 我们先来讲地震 因为这几天我也看到了 台大的陈教授 地质系陈教授 他去给大家很多的基本知识 譬如说呢 什么叫做地震周期 那周期的概念 到底什么是头 什么是尾 什么是周期 他把台湾的东西分析得非常清楚 那今天我带来的 待会请周要去 我会把那个彩色档给你 比较清楚看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先给大家看的是 这个文字档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关切的眼光 拉大一点的话 如果我们把100年的记录拿出来 你会发现呢 日本发生过 4个非常大的地震 就是超大级的地震 就超过 8以上的那种大型地震 一个是三路地震 最早的 再来是关东地震 板神地震 跟东北地震 你说哦 日本发生地震 跟我们什么关系 关系非常大 这个图表在这边 每一次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呢 底下你就会发现 台湾在10年 14年或4年中间 就会发生一个 类似台湾很少见到的 大规模的地震 所以三路之后 有梅山地震 关东后是有竹苗地震 板神之后呢 是有极极地震 所以311的东北大地震之后 做这些资料的科学家们 他们就认为 台湾一定要预备在4年左右 因为他们发现 极极跟板神的时间 就是只差越来越近 所以他们就做出一个警告说 4年内是台湾地震的高风险期 那4年就是从 2011到现在嘛 所以在这段时间中间 其实是台湾的地震的高风险期 而且这个预测 是早在去年哦 最晚最晚就是 我跟这位中演员的汪中和老师 他提出来给我们的时间呢 是2012年的5月27号 但是我知道 他在5月27号之前 就已经在别的地方讲过了 那我得到他的允许 就是告诉别人说 你一定要预备 当大陆的 这日本的这个大地震 他的这个大陆板块 跟我们菲律宾板块中间的联动 大家都知道 陈老师讲很多 他中间有摩擦的效应 但是每一次日本的大地震之后 台湾必有大灾 那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跟民间 关心的非常少 甚至呢 所有的预备都是不及格 我先说啊 大家知道 我有一次很用力的去骂了老委会主委 这是我很少去骂人的 但这一次我也觉得很荒谬 就是荒腔走板 台湾是一个有政府的地方 当你发生了上周末这么大的地震的时候 你看到的所有的政府 好像还在他自己的轨道里面运行 就是你没有人出来对这个地震说一句什么话 没有人去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救灾 好像说这些救灾就是南投县政府 然后什么什么县政府的事情 新竹有一个林新市 所有的报道 媒体的报道里面 没有看到马英九 江一化 他们以国家的领导或国家的高度 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地震 那你说 Joanna你太 你太吹毛求疵了 地震嘛 这不是个小地震 CNN都爆了 就是说 在全世界看来是一个大的地震的时候 台湾的政府的因应 好我们不要说马英九没说什么话 江一化没说什么话 马英九继续去说他的何能 对 接着呢 有一点 所以我们关心就是 一看说做了什么跟没有做什么 我们说他们没有做什么的话 马英九没说什么 江一化没说什么 连行政院发言人 总统府发言人 你出来说个声明总可以吧 台湾经过了这么巨大的地震 人民要怎么样 你总是要做一些事情 好像不然的话 一个政府跟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情 没有关系 这是他们没做的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在这段时间选择做什么 他们在这段时间选择呢 第一去讲核能 然后继续他的这个叫能源之旅 事实上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 也被骂啊 马英九在台湾 走一走 为什么还要叫一个什么之旅 对 但应该带了很多的媒体的高层去嘛 就是我知道大家已经骂过很多这个东西 但是我要骂的是一个更简单 不是骂了 我要说的是更简单的事情说 一个总统在台湾走来走去 他不必叫什么之旅吧 他又不是去外国 对 他又不是去敦目邦交 他去什么之旅呢 他不过就是去视察嘛 就是在台湾走来走去 他本来天天就该在这个土地上面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要把他叫个支旅 我觉得是非常古怪啊 是 好 那这个之外呢 剩下的包括立法院啊 什么在礼拜一礼拜二 都还在处理一些后续的 包括会计法的荒腔走板 对 是不是因人设事 在为人脱罪这些事情 也没有一个人来对台湾表达说 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地震 好 没有人说一句话 他所代表的浅层意识是什么 就是这个事情 哦过了 没有什么重大伤亡 算了 没关系 就是没有重大伤亡 你不觉得他们就是不见棺材 也不掉泪这样 好 没有重大伤亡 没关系 那接下来所有该有的 我要讲的是 所有该有的预备 通通没有做 其实内委员在我们节目中 其实已经呼吁过好几次了 每一次只要有大地震 会发生什么 我就记得你就会呼吁一次说 为什么政府不做一些 应该做的预备呢 灾访准备 是一定要做的 对 譬如说我们在节目中讲过 为什么东北大地震 你看哦 那么大的海啸来 没有死很多小孩 因为他们时常做地震的演练 然后在那天海啸警报 没有发布之前 老师们就已经开始 带着孩子往山上走了 所以那些小小孩呢 就算跑不快的那些小孩 他们都提早就往山上去 这就是演练的结果 你知道山路那个 就是在东北的地方啊 是 他们演练了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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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 一直都没有海啸来啊 别人也认为海啸永远不会来 因为他们建了一个高的海啼嘛 就算他们认为不会有海啸的时候 他们还是很认真的在演练 好 从刚才讲的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日本到台湾研究了顺向坡 他们顺向坡回去以后 他标了一万多个浅室的地区 然后把浅室地区的所有的灾防的演练呢 都修改了 哇 一万多个啊 有一万多个 这么多啊 他就是膝盖型的构造 就是水龙液现在底下整个会脱落的 对对对 他修改什么呢 以前是在某种情况之下 他们才要做疏散啊 或其他准备 他修改到大雨 就要 大雨变成一个新的警讯 就你碰到很大的雨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去往什么地方去 他们修改了你要去避难的地方 他们修改了你要去避难的信号 所以说 日本就是很认真的来看待小邻村 那台湾自己经历了小邻村 这么惨痛的灭村之痛 我们到后来谈谈谈谈谈 谈的就是千村跟补偿 为什么这么惨痛的灭村之痛 没有给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执政者 留下一丁点的教训 因为大家知道吗 小邻村原来他们有一个疏散地嘛 就发生问题是他们要集中到那个国小 那个国小是完全被掩埋掉的 对 表示说以前的地质知识 还不如那个部落古老传下来的地史知识 因为那个部落古老传下来的地史知识 就是不要在那个地方 所以既然你有了小邻村 你台湾从南到北 有没有像日本那么严肃的去看待过这个问题 一定没有 所以你看他们的演变 跟他们的像比方说 现在马上去做了一些这样的勘察 一万多个 一万多个点 然后在一万多个点的整个周边 他们连景序都提升到 只要大雨 他们就是属于他们的景序来 因为研究出来小邻村就是因为豪大雨渗入地下的那个孔隙 然后把整块的大的大片的土房都推下来 你会发现日本政府所做的 不管是演练 不管是他们重新的勘察 都是提高了人民生命财产的防波堤 对不对 他是无形中就提高了嘛 他不是去建立有形的 我一定要把防波堤 从三公尺提高五公尺 五公尺提高到八公尺 不是哦 提高八公尺像Catrina也是一样 照样把你整个摧毁嘛 但是他是在从演练 跟你人民的观念上面 他已经提高你的防波堤了 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有这种概念 现在要下大雨 我就知道他很可能造成我生命财产的 我就应该警讯了 然后呢我的小朋友 大家呢 只要有下 不需要等到海啸真的来 你们就应该往山上走 就是看他在什么地形啦 那你看一下台湾 上个礼拜天才这么大的地震 然后接着呢 这个礼拜有好几天都是好大雨 像昨天大家说 好大的雨啊 所有的报纸都说 哦下冰雹 好前期哦 没有人去想到说 你在刚刚地震完了以后 下这么大的雨 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我认为媒体稍微有点进步 因为这一次你看到真正的科学家出来讲话 但是这些科学家讲的 应该要有政府另外一层的发言 让人民提高的警觉 有政府所主导的一些全面的灾访准备 是 这样子才能够配在一块 可是我们的政府刚刚讲了 他们做了什么 没有做什么 他们做的是去能源之旅 跟会计理法 他们没有做的是 没有对这件事情做任何主要的政府的发言 是 也没有对人民做任何主要的 由政府引导的灾防准备 没有做 所以灾防准备其实就是在提升人民 我刚才讲一次 就人民呢 这种防灾的观念上面的一个防波体 你把它升高了 你把这个门槛跟这个标准升高了 你自然呢 一定会相对减少很多的损失 这是一定的 因为你不用等到 这个非常大的什么台风 什么干嘛 不用 只要是大雨 你就要很紧张 因为刚刚地震才发生完 而且到了那个时候呢 当人民的灾防准备高的时候 你如果必须要千村撤村的时候 你不会碰到那么大阻碍 是吗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安全 对 那我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 灾防准备到底要不要很 着急的去准备很多的什么 该怎么做 我觉得台湾先要从简单的做起 而且我们有很好的 全国的小孩子都在教育的一个教育系统 所以你才可以从小孩子知道说 发生了重要事情 他们要去哪里避难 他如果跟父母亲走失了 他们要到哪里去会合 然后基本上家里面所有重要的东西 都要存副本放在别的一个地方 就这种最简单的东西开始 你是一步一步的要准备 然后接着就是更多的知识 让你知道在一个海岛型的气候 在极端的气候变迁之下 我们可能会产生 需要怎么样去应变的东西 按照不同的县市 其实有它不同的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地址也是不太一样 但是总而言之是 台湾作为一个海岛 并没有因应全球气候变迁 所该做的这些准备 譬如说我们所有的主要的交通干线 全部都是在西海岸的平原区 所以如果发生了任何的 只要是比较大的东西 那整个西部干线就会被切断 所以我们南北的输送就全部都会切断 甚至大家可能记得921的时候 不是一个南北输电塔倒了 台北就没有电了吗 所以我们的这种双向啊 异地啊 备源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的 而且台湾也很需要花更多的钱投资自己 政府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做那些人民看得到的烟火工程 应该在这边做一些真正对台湾这块土地好的那些基础建设 所以我觉得我们待会要去讲日本 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看说 第一个日本人的认真 然后第二呢 安倍晋三的这个安倍经济学虽然现在设了第三件 这个件刚刚设出去还不知道会不会到靶心 但是他这中间有他的逻辑跟他的步骤 那我们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 政府有非常多的什么五年五千亿啊 八年八百亿各种各种各种的亿 可是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跟步骤 一步一步去走 还是只是烟火工程 这个放了哦 五年五千亿 哦这个是多少多少亿 然后发消费券八百亿 我们放了非常多的烟火 最后没有逻辑步骤的话 他不会像一个火车一样 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 OK更可笑我们是五年三十亿 进广告广告中来继续聊 好我们来九八新闻台 我是罗俊耀 瘦耀雷倩乐园在现场 雷伟你好 谢谢瘦耀雷倩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五年不是五千亿 不是三千亿 就是三十亿 五年三十亿的台湾政府 咱们来看看我们台湾政府 应该要跟人家学学哪些踏山知识 不要学太远的 学学日本 日本在我们 就那么近 而且我们也曾经 有日剧时代过 所以我们对于日本 有相对比较有感情 来 那我们的五年三十亿 你还是讲一下好了 你忍不住了 我还没有 还没问过你的意见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这个将一话提出一个 五年三十二亿吧 三十二亿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说要不管要提升怎么 要怎么解决闷经济 能改善得了闷经济吗 五年哦 五年三十亿 三十二亿 也就是说一年大概就是六千亿 一个月 不是六千亿 一年六亿 五年三十二亿 他已经气婚了 一年等于是六亿 一年六亿 一年六亿的话 一个月才五千万 一个月五千万 一个月才五千万 然后那天刚好呢 朱继忠他讲了一个 中国的一个马云 他们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财团 对他的市值 对 不是他们要投 投五千多亿 然后呢 去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OK whatever 但是人家是这样的出手 我们是这样的出手 我们台湾呢 也算是一个经济体吧 对 我们的一个经济体呢 所要做的一个资本投资 竟然比人家一个民间企业呢 还要少那么多的可 哎呀 然后这时候要解决闷经济 解决得了吗 呃 就会越来越闷嘛 哈哈哈哈 全瓶大闷锅又来了 对 而且呢 他前面的这一端 他所补贴的人民消费的部分 嗯 呃 就是局欲怀为止啊 就是话虎不全 不成就泪犬 嗯 中国大陆做家电下乡 是因为他有非常巨大的农村 所以当他发现他需要去刺激内需的时候呢 他补贴了各种的家电用品到了农村 对 让农村的生活品质可以提升起来 对 他是要去降低他的城乡差距 对 好所以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呃 整个怎么样让中国进入一个后成长的一个消费市场的一个战略 嗯 好所以从那个战略里面呢 你无论花多少钱 无论你用什么方式 而且他的钱非常多 所以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改 一开头是改 直接补贴 有的时候是去改别的东西 他就可以用各种方式呢 去刺激农村的生活可以快速的提升起来 所以他们去 去 给大家什么电视啦 冰箱啦 冷气啊 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对于中国大陆有极大说处 九亿贫穷人口的农村来说 是有道理的 是对的 可是我们去弄热水 还没讲完 弄热水去干什么呢 因为呢 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制造业嘛 对 所以你的制造业以前都是出口 出口慢慢你就会消价竞争 所以你出口的价钱很便宜 所以他转内需 所以他转成内需的时候 你为什么把出口的补贴的这些价钱 让人民变成他的生活福祉 提升了 所以他去支撑他的制造业 对 他去拉动了他的城乡差距 是 所以他做五年五千 他做那个家电下乡是非常非常有道理 有道理 而且有大战略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 嘉卫长你的 因为三十一时代不能说是大战略 是热水器啊 就是你的战略是什么 普天我们买热水器干什么呢 我们买什么热水器也闷死了真的 所以说你就觉得说 我们不像人家有九亿那样的 他有九亿的农村人口 他要处理这个问题 而且是属于中低收入户 对 可是我们台湾 没有需要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一直提不出一个 我们真的提不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种 我觉得你去补贴买一个台湾制的产品 没什么不对 可是你补贴他们去买热水器 这件事情有没有对 就是热水器是不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产业 如果热水器是台湾最重要的产业 而且是国际上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而且今天他要产生一种新的竞争优势 你先在国内内 帮他创造一个内部市场 OK 让很多人来使用他 像比如说我们手机啦电脑啦 什么这些3C产品 很多人来使用他以后 创造了其他的人对他的亲线效果 增加他国际上面出口跟外销的竞争力 这可以嘛 所以说你不是完全不能补贴 但是你要去补贴什么 要用什么战略去补贴 然后他你所补贴的这个东西 跟其他产业的联动效果到底有多少 是 我觉得要补贴热水器 不如去补贴什么呢 我随便讲一个就好了 脚踏车 对不对 你把全国呢 环岛的 因为脚踏车产业 现在台湾是世界第一 做千里步道啊 去脚踏车的bike rider 对然后你又把我们整个都弄好 然后呢 鼓励大家去骑脚踏车 因为什么 又可以让大家的国民的健康呢 做到提升 对不对 强健大家的体魄 对不对 真的加拿大也有健保 我那天看到一个朋友 拿一个单子给我看 我真的笑死了 他说你知道吗 我去加拿大看那个什么 什么血管啊干嘛 你知道他们的 开的处方签吗 多运动 多喝水 他叫他说 每天到旁边社区的那个 走八圈 对 那个是处方耶 我一定要讲一下这个 处方签耶 这个本来是我们二代健保的概念 叫做well care 是 因为我们现在叫health care 其实都是sick care嘛 就是你生病了才去 被care 那二代健保原先的概念就是 每一个人会归一个医院来照顾 他呢把你照顾好的话 他照样可以得到照顾你的钱 是 那使得你不生病 对 最好 这就是加拿大的这个概念 就是well care 是 让你不生病的一种预防式的治疗方式 多好 所以我看到 你看 这人家的观念 可是我们的二代健保 我要讲 我们只是做了补充保肺 我们有没有做后面那个 从sick care 改成well care 这些东西 没有啊 这些并不是雷倩发明的哦 是所有的那个医疗专业 他们开了很多很多会 然后他们跟政府讲过很多很多 那些有理想的人都在跟政府说要这样做 那那些去恶赚钱的人呢 就告诉政府说你先把钱多弄一点来 补充保费以后 所以你仍旧会有健保黑洞 吃健保的 你仍旧会有要价黑洞 因为政府的决策跟这些人是勾结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利益在这个地方 所以人民呢 虽然大家都觉得台湾的健保很好 你生病了有医生可以看 可是人民有没有比以前更健康 没有 应该是不一样的标准来看吧 是啊 所以说你看 我们不是岔题哦 我们是讲一个 你要政府在行政上面 你的一个高度 你就应该是整个包装在一起 我今天我要去补贴你热水器 我不是补贴你去买脚踏车 就是我怕你会想要补贴热水器 要讲清楚 你要讲清楚 然后你把你整个的概念想法 我如果真的 我如果是行政院长 我就说来那补贴买脚踏车 大家去骑脚踏车 然后呢 交通部哪边 你把脚踏车的车道呢 给我弄好 让大家愿意骑出去 那你又对我们的产业有帮助 又有很多的在 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 那你做这个去干嘛 我们冬天洗澡要洗冷水 不洗冷水洗不过瘾 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我就觉得说好 这个闷筋记 那我们来看一看人家 踏山之石 日本的 跟我们相对的 我们叫闷筋记嘛 他要做一个酷日本 因为日本现在不酷了 曾经有一段时候 日本的产品 尤其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 是那种日本第一的黄金时代 大家可能记得Vogo啊 就是富高义的哈佛博教授 富高义写日本第一是在197980年 所以1980年代中期是日本如日中天 后来在84年它发生了广场协定 就调了美国跟日元的汇率以后 日本就一落千丈啊 就变进入一个缓坡 可是在8586那个时候呢 日本Sony的产品 Toyota的车子 还有他们要去买了 他们买了Columbia TriStar 他们要去买洛克菲勒中心的时候 日本是何等让全世界清线的国家 我在纽约见到的日本的银行家 拍到日本都急着想说 哎呀我赶快在这边待两年 我可不可以赶快回去 我要赶快回去 因为我们在日本有很多很多 事情可以做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日本呢 是很酷的一个国家 现在忽然之间 酷的国家好像变韩国了 所以安倍晋三他这次做的是 一个长期低迷的景气 已经消失了20多年的经济活力呢 他觉得我们第一个事情是 我们要胖起来 所以我们太瘦了 所以他说我的通膨要放在2% 那就是经济学上认为一个 正常成长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基本上可以忍受的通膨 那过去他如果把这个通膨拉到2%呢 慢慢的利率也会调升 所以有一些过去20年的情况 就会做一些调整 所以他做了三件事 我们先快快的跟听众朋友回复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美国去印钱 把大量的钱就是丢到他的经济体里面 那因为日本人跟美国不像 不像美国那么宽大的国际市场 所以日本人很多人他的投资习惯还是在日本 所以你大量印钱以后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是股票硬升而涨 所以他的很多的钱就投到股市里面去 好股市开始涨的时候 人就开始比较快乐有信心 就像你的笑容一样 对 所以他的印钱呢 第一个事情是造成了中间 像一个心脏已经停的人 他用那个很强的电极 啪一下shock把它弄起来 就让他可以呼吸 要进入这个第一步 第二步呢 他把大量的政府预算投入那个基本的建设 投入了政府跟民间合起来在日本 他内部的一个经济的活络 现在的第三步呢 是他要释放两兆美元的投资 对 那这两兆其实以前的几十年来 日本的所有领袖都不敢动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退休基金 是他们的安定基金 这是他要释出两兆来 那这两兆的基金呢 去投资股票跟海外产业 所以一边是在投资股票 让日本的股市能够继续活络 另外是投资到海外的产业 去增加他的风险的分担 那他的海外产业呢 这是有比较高的针对性 所以以前的欧美本来就是日本 跟OECD国家是一个经济圈 所以大家都对他的产品很有兴趣 现在他说我们要提高 对东南亚国协 过去呢只有19%左右的出口呢 要提高起来 所以他产生了一个新兴市场 所以日本下定决心 要回到新兴市场上面去 重新去建立他的产业优势 OK我们先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呢 继续听六位人来分析 好了 旧白新闻台 我是罗俊耀 瘦耀耀 来见六位人在现场 那位你好 那日本的这个安倍的经济学 所射出来的第三支箭 我们不要说第三支箭 第一第二第三 他们这整个第三阶段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没有我们政府应该要学习的地方 他们最大的特点 我觉得我们不是去学他做些什么事 而是学他的一个系列 系列跟概念跟大战略 你看他的这个第三次的 两兆美元的大投资 固然他是把过去的 退休基金的一部分的储蓄拿出来 所以有风险 可他做的是很保险的事 政府呢做一些很基础的事情 并且提供对于服务业的诱因 服务业的地方就是刚刚讲的酷日本 他希望能够让日本的产品变得很酷 把日本的美食增加他的出口 然后增加国际上面到日本的旅客 所以他完全在服务业这个地方呢 要创造新的产品 然后政府做基本建设 中间制造业这个部分 他用很多的优惠 希望企业家能够承担起责任 可是企业家好像不太领情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第三支箭就是 安倍政府能做的都做了 剩下就是企业的部分 因为事实上呢日本这么多年来 他的企业的创造跟研发的能力 也是在下降中 在这20年中呢 可能说我们至少从 有internet以来到现在 只有美国有一个3D 现在的那个3D的印刷技术 是完全创新 日本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创新的技术 所以我们现在看将来的市场 他这个安倍的第三支 这个2兆美元的投资 会不会成功就是看制造业 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 顺势的起来 在人民的消费增加的情况之下 找回他的 除了服务业以外的制造业 而且现在的制造业 一定是跟知识经济 跟娱乐经济连在一起的 大家看韩国就知道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呢 一个政府如果要告诉说 告诉人民说我要怎么救经济 他一定要有一个很长远的战略 比如说在全球的经济体里面 我要把我自己放在什么地方 接着他的战略就要说 我要用什么方式达到那个地方 那过去台湾在做出口替代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十大建设 我们做十大建设的目的 是要让台湾成为一个更好的 可以出口的一个环境 那现在的政府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 安倍晋三这次还用了一个方式 他把一些大的基础建设呢 转包由民间去经营 获得了非常巨大的资源给政府 过去据我知道澳洲的麦格林银行 也有到台湾来说 那你们要不要把桃园机场 或者是高速公路 包给我们经营二十年 那我们先付你这二十年 所有该付的钱的一大部分 折价到现在 所以我并没有卖掉资产 我觉得卖资产是最坏的一条路 卖掉就没有了 他只是把这个可以收费的道路 或者是机场包给别人经营 可是政府可以预收一大笔钱来做建设 那这个是联英国的伦敦机场 都做过的事情 所以安倍这次也大量的使用了 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些新的工具 去筹措资金 他不是完全只用人民的储蓄 来做这些事情 那台湾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们碰到的问题都在卖资产 就是卖地啊 然后一块一块的慢慢卖 到目前为止 民主党政府如此 马英九政府也是如此 我们卖掉了这些台湾一块一块的主产 剩下什么东西 就是败家子的行为嘛 没有任何方向 败家子不是都这样子吗 以前我们讲败家子就是说 他把他们家的家产 回来吵着说要分家嘛 家产都败光了 家产都败光了 那是败家子 我们现在我们没有新的开发 没有再等于是说等于是 守城都已经都已经很了不起 所以你现在看未来的世界的大势会是怎么样 美国会是一个巨大的创意研发中心 制造业的那种最酷的品牌 应该会转到中国 因为现在中国是在快速再拉上来 中国跟韩国还是会在底下 因为他经济体的量体比较低 所以这三大三足鼎立的话 美国是创造研发的中心 制造的那个第二级产业全部是中国 那中国要利用制造业去把农村拉上来 那日本呢就是买着高端 跟这个低端中间的一个连结的机会 那再加上他要让日本的美食 跟日本的环境 增加全世界的诱因 成为一个更酷的地方 这是日本的策略 那台湾呢 大家好好想一想 今天非常感谢日本到现场 谢谢